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年轻人也起在人群中紧张地看着布告 他叫吴玄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但正是他的出现 对即将开始的古寿夫的审判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天吴玄看完布告 立刻跑回家中 从床底下一个旧藤箱里 搬出了一本相册 这本相册中有16张 日军残害中国人的照片 这就是写淋淋的证物 当时作为我来讲 这正是这个照片 需要雅眉吐气的时候 需要他做真的时候 所以我最近就送到 现在的中山东路市总委会地面 有个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您看 这就是吴玄那本相册里的照片 这一张 一个中国人手背绑着 绑在柱子上面 一个日本军人拿着刺刀 对着他的心 这一张 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 日本军人做出砍他头的姿势 而这一张 中国妇女全身赤裸 被日本人强奸 还有的女人杜长都被逃出来了 这一张 日本军人袖子卷得很高 拿敲在产土 他们正在活埋中国人 这一张张的照片 都是日军 是古寿夫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 可是 这么宝贵的证据 吴玄 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1940年 吴玄才18岁 为了生计 他参加了汪伟办的交通电讯集训队 吴玄和一百多个年轻人 白天学发报 晚上就睡在 毗卢殿的佛堂里 这一天凌晨 吴玄去上厕所 无意间看到厕所墙壁里 藏着一本小册子 他好奇地翻开一看 不禁大吃一惊 我当时很紧张 也很气愤 我总觉得我们中国人 不应该受这份耻辱 这个东西今后可以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罪证 我一定要把它收起来 所以我就把它 藏在我的寸衣里边 但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藏在身上总是不安全 一旦被日本人发现 吴玄 性命难保 于是他最后把相册 藏在了佛像的底座里 直到几个月后 集训队毕业 吴玄把相册藏进堂乡 急急忙忙的离开了毗卢寺 但是这本相册 又是谁藏在厕所里的呢 我在这个照片发现了以后 没几天 我们有个同学叫罗锦 这个人就没有了 吴玄猜测 罗锦的失踪 很可能和这本相册有关 他也一直想找到这个人 但是没想到 罗锦这一失踪 竟然就是五十多年 直到一九九五年 卢璇才和罗锦冲逢 也正是在冲逢这天 卢璇才终于知道 这本相册的来历 一九三七年底 南京人间 当日军在疯狂屠城时 十五岁的罗锦 在一家照相馆里当学徒 三八年的一月份 一个少尉日本军官 抓着一个战刀进来 拿着连军这个交军 给我们冲 叫我们每样洗衣战 两卷胶卷显映出来的图像 让罗锦大吃一惊 批刺 砍头 强奸 活埋 全是日军残害中国人的场面 我因为经历了日本人进城之后 对于我们少杀电影 我记错 从我内心上 我也恨这个人 那我一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那我也不敢跟人说了 那我心里面就有 有这样一个动机 要把这些照片的时候 想办法把它扭一套下 把这个这一卷 反正是杀中国人丑的 或者钱金的两户 都把它那样动音的一张 之后 每当照相馆 有日本人送来这样的照片 罗锦就偷偷地多印一套 他从其中挑选出了十六张 做成了一本相册 1941年 18岁的罗锦 带着这本相册 来到毗卢寺参加齐讯 最后想到 藏在厕所砖墙的缝隙里 外面胡上泥 藏好相册 罗锦这下才算放心 那天罗锦一看相册没有了 心想 相册肯定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所以吓得赶紧出逃 离开了南京 他没有想到 这本相册落到了吴玄手里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这本相册 后来竟然成为南京法庭 庭审古寿夫的一号证据 那个摄影集 他更加能说明问题在哪呢 他的证据是日本军人自己拍的 假如说我们找的证人 都是中国人 对吧 是亲历者或者受害者 日本人可能他会狡辩 说这个是你们自己人 但是 这个一号证据里面 他的那个摄影集 是日军自己随军记者拍的 假如你说 我们说的是谎言的话 你自己说的是谎言 1947年2月6号 中国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公审 终于开始了 那天有两千多名市民去庭上旁厅 更多人是站在庭外的空场地上 在史美瑜庭长威严的贺领下 谷寿夫被两名法警压上被告席 公诉人严正控诉谷寿夫 从1928年起 直接指挥军队犯下的种种罪行 听完起诉书 谷寿夫好像若无其事 当法庭要为他指定辩护律师时 他竟傲慢地拒绝 说我比律师更了解事实 证人们开始出庭作证 声声血泪控诉 说的人气不成声 听的人悲愤难以 然而 面对亲历者的证词 谷寿夫仍死不认罪 他的借口是 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首先他在陈住自己的情况的时候 他就否认自己是南京大屠杀 中间他有什么作用 在罪证提出来的以后 他的借口是军人要服从 军人天职是服从命令 谷寿夫那年66岁 他在法庭上竭力为自己开脱 尽管他为自己辩解的理由 已经一一被事实驳倒 但他还是拒不认罪 直到当时公诉人拿出了这本相册 他才服软 他就做生意把这些照片拿出来 今天讲的 他说谷寿夫在看到这些照片 当时就万里许奔 所以就不较病了 这时法庭放映了两部纪录片 一部是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新街口屠杀 另一部是美国人田伯烈拍摄的 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场面 当看到自己在现场指挥的镜头时 谷寿夫瞠目结舌 3月10号 法庭宣判 石美玉庭长逼视着谷寿夫 宣读了判决书 谷寿夫在作案期间 纵兵屠杀俘虏 及非战斗人员 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 处死刑 法庭内外欢声雷动 枪决谷寿夫的那一天 南京城万人空巷 大家都争着要来看看这个恶魔的下场 1947年4月26号12点45分 随着执行官一声令下 一名刑刑罚警上前取枪 砰砰两枪 谷寿夫应声倒地 一命呜呼 这枪声终于为无辜罹难的万千亡灵 做了沉重的祭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